希望两位客卿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好好休息,全力备战越后的独斗。 在此期间,如果有什么需要风某帮助的,只管说便是,魏忠一定会全力攻击。 风战此刻已经和风采魏忠两人下了高台,来到了六名二人在身边,爽老的承诺道, 我等一定会无负风惠主厚望。 六名二人自然满口声泄,不久后也告辞离开了小岛。 风战见现场众人都已离去,一挥手地放出一艘银色非洲,带着魏众风采走了上去。 破空声一响,非洲荧光大盛之下腾空而起,往青羽岛方向积涉而去。 此次擂台选拔在中,那二人竟能轻易力压其他人,特别是柳民,竟是一名剑修,着实有些出乎预料啊。 不知魏公子对此怎么看? 非洲船舱中,风战似乎意有未尽地谈论起先前的比斗,并有意无意地询问其一旁的魏众的看法来。 风前辈,二人此次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松地获胜,并非是他们实力强,而是因为其他人实力太弱而已。 要是换作我的话,不出失招,就让他们乖乖认输了。 魏众文言不以为然地说道, 哼,那是当然哪,即便二人真有些本事,又怎么能和魏公子相提并论了? 毕竟此次赌斗,还是得倚仗魏公子。 风战不以为然地说道 柳民二人表现虽然不俗,但在未展现出全部实力的情况之下,自然无法让风战对他们抱有太大期望,过而扔压宝到魏众的身上。 风前辈放心,对付金玉萌,即便是让我以一敌三,也不在话下。 魏众一边说着,一边侧目看着风采,一副傲然的模样。 父亲大人,这次的赌斗,有师兄在,自然是没问题,不过那两个客卿,倒也值得大力培养一番吧。 风采见状,先是恭维了黑少年一番,旋即话题一转, 又提到柳民和欣元,似乎对两人颇感兴趣的样子。 此事,我自有主张。 风战文言若有所思地说道, 和金玉萌约定的斗斗在一个月之后,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柳民和欣元两人便各自在洞府当中专心修炼起来, 同时按时服用轻散单,拔出体内残毒。 这一日,柳民正在密室中盘膝打坐调膝,突然想起了什么, 单手计算了一下日期后,突然一下子站起了身来, 缓缓地向洞府外走去。 按照日子算来,已经到了与黄针相约的日子。 柳民一路腾空而行,没有多久后,便再次出现在了黄针洞府的尸门前。 而这次开门的,同样是先前那名皮肤幽黑的女子, 也就是黄针之女了。 见过柳前辈,前辈灵气数日前已经炼制完成, 家父数日前有事外出,临走前已经吩咐我。 如果这几天前辈来,便带前辈直接去取东西即可。 幽黑女子一见到柳明,当即恭敬地说道, 随即身子一侧,让开了大门。 如此,那便麻烦黄姑娘了。 听到灵气已经炼制成功,柳云心中微微一喜之下, 便点了眼头的,也不客气地走了进去, 并在幽黑女子的带领下,进入豆腐中一个石石当中。 女子指了指,放于屋中的一个石桌上的金色玉盒,开口道, 柳前辈,家父为您炼制的灵气就在里面。 柳云点点头,抬手虚空一抓, 玉盒就鼻一下子射到了手中,并将盖子一打而开。 只见盒中放着一颗拇指大小的黑色圆珠,表面晶莹剔透, 丝丝黑气萦绕浮现。 从外表上看来,赫然和其手中的另一枚重水珠,二次祭脸前,一般无二的样子。 只是其散发的清凉之意,更胜几分的样子。 柳云心念一动之下,用两根手指将黑子圆珠射以手中。 略微检查一番后,发现此枚重水珠,也是十八重进制的中品灵气, 顿时喜行余色的赞道。 黄道有果然好手段,不愧是长风会中最具盛名的炼气师啊。 他说完其单手一番,又拿出了一袋水玄石,交与此女, 言明是辅料的费用,随后便告辞离开了。 小半个时辰后,柳鸣屈云已经飞到了黄镇的百余里外, 出现在了一个青鱼岛西岛一座无人山脚下。 他身形刚一站定,便袖袍一抖,将重新炼制的重水珠一曲而出, 手指掠移用力,重水珠如预料一般的扁原如意起来。 他二话不说的,开始将法力注入其中, 黑色圆珠表面黑芒闪起,并逐渐凝聚起了屡屡浓密的雾气。 去! 六名低贺一声,手腕一抖之下,距离狂勇之下, 遭遇变得其重无比的圆珠,骤然脱手而出, 像数十让之外的一处小山头,一砸而去。 轰的一声巨响,一阵飞沙走石, 山体表面赫然出现了一个直径五六丈的大坑。 随着碎石的四箭,举坑的周围岩石也纷纷龟裂蔓延而开。 以柳明此刻的臂力,施展起这尚未继练的重水珠, 比之当初威力自然大不相同了。 柳明再次抬手一抓, 一团黑气便从大坑之中以飞而出, 低溜溜一鸣地重新化为了圆珠, 而后另一手一番, 取出了另外一颗黑蒙蒙圆珠, 法力贯注之下, 双手再一搓, 两颗重水珠竟然融合在了一起。 有名之所以归炼至两颗重水珠, 那便是因为重水珠这种灵气, 因为性质可疏, 可以随心所欲地融合分离了。 它眉头一挑, 手腕一抖, 合体后的重水珠便呼啸一声地击射而出, 冲对面另一座小山头狠狠杂雀, 轰隆隆一声地动山摇般的声响传来, 阎晨碎石如飓风一般四散而开, 随着墨盘大的巨石滚滚而下, 原本数十丈高的小山头竟如同被消去了大半, 周边地面碎石遍地。 融合后的重水珠竟有如此威力, 这让柳明是心中一喜呀。 他单手召回原珠后, 单手虚空一点后, 顿时一分为二了, 并小心地收了起来。 柳明无意在此久呆, 当下一掐法绝, 足下生出了一朵黑云地往自己洞府方向飞去。 一个月的时光转而瞬即时, 此期间, 柳明只是在洞府闭关修炼, 体内毒性早已拔出干净, 身上再无隐患。 而第二枚重水珠也已经激炼过了一番。 他之后又找了一处僻静之处, 再次试验激炼完毕后的重水珠合体一击, 发现单根破坏力已经堪比极品灵器, 心中自然十分满意。 长峰会所下势力范围, 靠近金玉蒙交界处的一座, 看似普通的岛屿上。 此岛仅倾余岛三分之一大小, 且中间大半面积被一个环形山脉所占据。 岛上没有密密麻麻的诸多建筑, 有的只是灵性的几处, 依山而建, 有些陈旧的木制房屋, 在阵阵狂风呼啸声中, 有些摇摇欲坠之感。 山脉上某座不起眼的山峰的山脚下, 却有着一个漆黑的巨大山洞, 入口被几根居木撑起一个木架, 赫然便是一处矿洞。 而此时, 在这座矿洞深处的一处废弃的矿道中, 一个浑身被灰色长袍笼罩的神秘人影正在穿行着。 此处坑道总横交错, 几乎没走几步就有一个分岔路, 而此人却似乎对这里十分熟悉, 七拐八拐的不知道走了多久后, 前方通道突然被一面布满灰旋的石壁堵死了, 看似前面完全是死路一条。 但神秘人影从怀中摸出一张破旧地图, 对照地看了一番后, 突然发出一声冷笑声, 手臂金光一闪, 竟直接没入石壁之中, 再往回一收后, 手中赫然多出一块拳头般大小的翠绿玉石, 表面剔透晶莹, 其内流光一彩, 一看就是最上品的领域。 果然是最上品的玉石矿脉, 其身处能够诞生零彩的可能性的确很大, 怪不得连天香阁等事理都为之动心了。 神秘人喃喃挤身后, 手臂上光霞一卷, 正要再有所动作。 就在这时, 从神秘人背后却传来一声叹息声。 先前的神秘人吃了一惊, 闪电般的一个转身, 赫然发现眼前凭空多出了另一个人影, 并待看清了眼前之人后, 登记一下失声出口。 峰会主! 后面人影赫然正是风战, 而这名藏头露尾的神秘人, 头上帽兜也在身形后退下, 自行脱落而开。 竟然是长峰会另一名附会主, 曲领。 只是他此刻满脸惊慌之色。 没想到, 风雄竟然已经知道了此况的存在, 看来反正失踪之事, 真是你所为了, 但不知他现在如何了。 曲领一惊之后, 总算是恢复了几分镇定, 但眼中的恐惧之色, 却怎么也掩盖不了。 你说呢? 我自问待你二人不薄, 结果你二人竟然同时背叛于我, 一个勾结金玉盟, 一个却和天秦宗勾勾搭搭。 风战面无表情, 淡淡地回道, 既然你都已知晓, 何必再多说这些废话? 想此等矿脉, 其实我等这种势力可以独占的, 我二人只不过想为本会找一个好买家而已, 倒是你是何时得知这玉矿所在的? 曲领神色一案, 轻吐了一口气地说道, 这等玉矿所在, 我身为长峰会的会主, 气会真的毫不知情。 其实早在数年前, 风某必已经知道此况存在了, 只是当时忌讳太多, 根本不敢开采和透露半分风声出去, 却没想到还是被其他人发现, 独孤老贼更是直接出手伏击了我, 虽然侥幸被我逃脱, 但也自知此种情况下, 根本无法再留在南海, 这才远顿中天大陆, 暂避一时风头。 风战不慌不忙地回道, 勾结金玉蒙的乃是范正, 涉及埋伏的也是他的主意, 曲某当日可并不知情。 曲领苦笑一声地回道, 哼, 早在数年前, 我便已经怀解他勾结外贼, 只是一直未能查清楚他背后站着何人, 倒不好下杀手。 风战脸色, 骤然一沉地说道, 哦, 风兄如今将其这般直接斩杀了, 就不担心他背后的……, 曲领口中正说着话, 突然袖子一扬, 喷得一声, 一喷青芒击射而来, 同时一把将袖中早已拿出来的一枚俘虏瞬间捏碎, 身躯黄光一闪, 竟直接摸入地下不见了踪影。 风战见此, 却遭有预料地毫不吃惊, 只是面无表情的袖子一抖, 狂风一阵大作之下, 就将这些青芒悉数卷得无影无踪, 接着一张口喷出一枚金色小钟。 小钟不过巴掌大小, 外观精致异常, 表面布满了一道道玄傲至极的金色灵纹。 风战暗话不说地单手一挥, 小钟一飞而起, 在身前空中低溜溜一转后, 眨眼间画为了一口两三丈高大的剧钟, 翁的一声钟鸣声响起。 剧中体表一阵金光耀耀, 无数细小的金色符纹从中浮现而出, 并交织成了一片金色光霞, 在风战一指之下, 一闪即逝地没入地面之下。 驱领正借助俘虏之力, 拼命地往地下伸出盾去, 同时神石往后不断走去, 并没有发现风战追来的迹象后, 心中不禁一喜。 但就在下一刻, 他身后微弱之极的空间波动一起, 一道金光一卷而至, 将其照在了里面。 驱领之觉身体便是一僵, 竟再也无法动态分毫, 同时天内乏力也一宁地, 无法催动一星半点。 顶神钟! 他一下尸声出口, 此时上方矿道内的风战, 仰手急到法掘打出。 金色剧中轻轻晃动几下, 发出当地一声清明, 又一片金霞飞卷而出, 飞快地没入地面之下。 驱领听到第二声钟鸣的瞬间, 浑身顿时被一股令人窒息的灼热感所包裹, 全身血液竟瞬间沸腾逆流起来, 在挖得喷出了一口混合了内脏的鲜血后, 眼中已经没有了光彩。 下一刻, 提表金光再次一紧, 驱领身躯瞬间暴力而开地, 化为一团肉末, 连惊魂都未能够逃出来。 风战神石一扫地, 确认驱领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, 才不慌不忙地收起小钟。 哼, 区区天香阁, 田秦宗而已, 这赌斗结果早已注定, 我又何必可担心呢? 风战喃喃自语了几句, 便转身离开了此地。 这一日, 正在洞府中打坐的柳明, 袖中突然微微一颤, 发出一阵白色光芒。 他眼皮一动, 睁开了双目, 翻手取出了一个白色的传讯阵盘, 上面浮现出一排字迹。 总算该动身了。 柳明一看清楚后, 喃喃几身, 便站起身走出了洞府, 周深黑漆一卷之下, 蒙总坛处飞去。 片刻之后, 他赶到总坛前的广场上时, 一艘巨大飞舟, 遭已等号在那里。 一身造袍的风战, 以及旗女风采, 黑衣青年未重, 以及那心缘, 都已经等号在那里。 风战覆手而立, 见柳明来了, 冲其淡淡一笑。 柳明自然上前行了一礼。 站在风战另一边的黑衣丑陋青年, 在小鸟一人般的风采的陪同下, 依旧一副傲然之色, 而心缘则一脸笑意地朝其招了招手。 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, 还有一干长风会的普通弟子正在忙碌准备着。 好了, 现在人居然到齐了, 这便出发吧。 风战一声吩咐之下, 众人当即登上了举州。 接着, 举州破空声一响, 就向远处积湿而去了。 风战的这艘举州, 显然也是一件品级不低的飞行灵器, 顿速之快, 远非柳明先前的那族机关飞舟可定。 感谢收听摩天计。